党媒宣传 免费治疗南非病患 引发民怨 美国再度揭示 中共政府涉入网络攻击 台日举行第六届海洋事务会议深化合作 联合国敦促 中国审查侵犯人权新疆政策 地震于陷季 南加州民众担忧地震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希望之声TV新闻速递节目 我是林希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8号星期三 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 亲爱的观众朋友 视频结尾我们会介绍一款 纯天然膳食补充品三高代谢宝 它能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 改善三高 从内而外提升健康 如果您感兴趣 请不要错过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中共党媒大局宣传 海军医疗船在南非实施免费医疗 可在国内 中共强制推行医保改革 削减公民享有的福利 大量中国人因为没钱退保 无法看病而自杀或被赶出医院的事件 层出不穷 日前 多家党媒报道 中共海军的一艘大型医院船 和平方舟号于8月22日停靠南非开普敦 开始执行为其一周的免费治疗南非病患的任务 截至27日 已经救治了1300名当地居民 实施了17台白内障手术等 当媒还吹嘘 和平方舟号排水量1.4万吨 配置相当于国内三甲医院水平 截至今年6月 已经访问45个国家 为29万人次提供医疗服务 官方宣传引发中国网民的反感 网民用反语嘲讽中共 哪个国家的人这么伟大 想必他们的国家一定是国泰民安吧 近年来 中国经济持续衰退 底层民众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而大陆医院已被中共改造成 在割百姓的赚钱工具 大批病人因为没钱放弃治疗 在大陆社交媒体上 密集传出病患在医院坠楼的视频 4月19日 广西一所医院发生悲惨的跳楼自杀事件 知情人说 该男子患有绝症 因为没有医保 无钱治病 跳楼自杀 男子12岁的儿子 在现场目睹父亲死亡 网上有消息称 许多家庭因为家底掏空 就将患绝症的家人抛弃在医院 其中还有孩子 有的医院就给这些病患 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护理 任由他们死去 日前 网上还热传一段视频 据说是一家医院 将没钱的病患抬出来 扔在街边的绿花袋上 视频中 台人的保安身穿风心保安制服 疑似事发山东青岛 但到底是不是医院扔病患 还不能肯定 经济日报8月26日报道 根据中共国家医保局等部门最新通知 2024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标准 分别较上年增加30元和20元人民币 达到每人每年不低于670元和400元 也就是说 中国城乡居民个人缴纳医保费用 每年不低于400元 医保缴费再度上涨 演发网友一片讨伐声 有人说 每年都跟抢钱一样 每年都在增加 看个病也不能报销 也有人批评 经济环境恶劣不改善 却想着坑 底层人民的钱去补漏洞 旅美大陆媒体人赵兰健表示 在中国 现在除了喘气 还没有受到阻碍和压力 其他的生活每一个细节 都带着政府集权的强制打压性质 包括社保和医保的这种缴纳的自愿性 中国人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他都是在政府的逼迫下 淫威之下 然后用各种手段 把社保和医保跟小孩的入学去捆绑 对于那些穷人来讲 是非常残暴的行为 中共实施三年疫情清零政策 利益集团大发国难财 导致整个医保体系亏空 为解决医保亏空 去年2月份 中共强制推行医保改革 削减公民享有的权利 一度引发多地退休老人 大规模维权抗议 所以 当党媒大力宣传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 首次访问南非 提供一周免费诊疗时 网民嘲讽道 这艘医院船 什么时候来中国啊 华盛顿邮报 27日引述知情者说法称 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组织 近几个月 已深入渗透美国网络供货商 监控器用户 至少有两间 大型美国供货商 遭到网络攻击 受影响的使用者可能有数百万人 遭受网攻的对象 可能包含政府和军方的卧底人员 以及对中共有战略利益的团体 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前执行主任维尔斯形容 对中国来说 现在是一切如常 但这样的公式跟过去相比 显著提高了 恶化状况呈现指数上升 执行者表示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 黑客有搜集情报之外的意图 但他们使用的技术和资源 跟美国去年揭露的 福特台风黑客组织有关 美国情报官员分析 该组织背后有中共政府支持 且企图黑入美国 在太平洋的港口设备 要让中国能散播恐慌 甚至可能在台海爆发 武装冲突的情况下 扰乱美国派遣军队 武器和物资的能力 此外 网络与通信公司 流明科技27日也发表文章指出 黑客组织运用所谓的零日漏洞 黑入美国网络公司 Warsan Networks 这波公示 至少从今年6月就开始 跟福特台风有关 据称有能力透过网络供货商路由器 被指入的恶意软件 拦截用户的密码 微软去年发表报告表示 福特台风至少从2021年就展开行动 锁定下手的产业众多 包括通讯 制造 公共事业 交通 营件 海事 政府 信息科技和教育等多个产业 不同于传统的黑客技术 也就是诱骗受害者下载恶意文件 微软表示 福特台风透过感染受害者 现有系统的方式来发掘数据 截取数据 华盛顿邮报指出 操纵DNS是中共政府 黑客团队的专长之一 Volix City执行长 艾德尔表示 虽然这种方法的概念不难 但要成功做到 需要更高超的技术 台湾与日本8月26日 在台北举行的 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结束 台湾政府说 双方就海上安全 海洋环境保育 渔业及海洋科学等领域的合作 进行交流后 以同意未来将继续深化 彼此在海洋事务上的合作 并持续进行意见交流 第六届 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 日台海洋协力对话 26日在台北原山饭店举行 代表台湾方面的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 苏嘉全在开幕式中说 台日同为海洋国家 海洋事务的紧密合作 将为两国带来和平 稳定与繁荣 苏嘉全说 今年台湾与日本都遭到强烈台风 与地震的灾害 双方都在第一时间向对方伸出援手 互相扶持关心 台日之间的厚重情谊 已成为双边关系的典范 他相信 只要双方秉持真诚互信 以互惠互利与互助的精神 充分沟通对话 任何悬而未决的课题 必定都能取得双赢的解决方案 声明说 此次会议 台日双方就海上安全合作 海洋环境保育合作 渔业合作及海洋科学合作等 共同关切事项 坦诚交换意见 双方都认为 持续对话 至为重要 针对海洋科学合作 双方也同意 就具有潜力的议题 透过各种对话 持续交换意见 声明最后提到 下一次的台日海洋事务合作对话会议 将在明年 则期在日本召开 台湾外交部 在星期二发布的声明中说 近来中共不断以军机及军舰侵扰台湾及日本防空识别区及专属经济海域 以升高区域紧张形势 中共更伙同俄罗斯在东海及南海进行频繁军演 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 其军事扩张举动 以对台湾及日本在内的印太区域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台湾将在强化自卫能力的同时 继续与包括日本在内的里面相近的国家合作 共同遏制威权主义的扩张与侵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8月27日表示 中国需要全面审查在新疆地区实施的有问题的法律和政策 这些政策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北京当局在新疆侵犯人权的担忧 4天后 江迎来该机构关于新疆人权的重要报告发布两周年纪念日 人权高专办于8月27日发布了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更新报告 根据该报告显示 联合国人权团队于今年6月访问了中国 并与有关部门展开了对话 重点关注防恐政策和刑事司法系统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的发言人 沙维纳·沙姆达萨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谈到了对新疆人权的持续关注 2020年8月31日 当时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米歇尔·巴切莱特发布了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初始报告 该报告详细说明了 包括大规模任意居留和强迫劳动在内的虐待行为 并得出结论 认为这些做法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报告当时敦促 中共政府解决这些侵权问题 并实施切实的改革 联合国还积极向中共政府提出个案问题 敦促释放被任意拘留的人员 沙姆达萨尼强调 联权高级专员致力于中国的持续接触 和为受害者发声 他补充道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改善所有人的人权保护 人权律师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雷汉阿萨特表示 高级专员的声明显示 中国未能接受联合国的建议 也没有停止对维吾尔人的压迫政策 随着地震频繁发生 破坏性地震的阴影笼罩在加州人的心头 各级政府与民间组织纷纷提醒民众 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做好准备 8月27日 居住在南加州帕萨迪纳的吴女士 发现自家门上贴着一份地震被栽通知 他说 我们附近每户人家的门上都贴了一张 帕萨迪纳师府工作人员对此表示 这份通知并不是市政府的官方通知 但其中的内容对民众是一个提醒 人们应该随时做好地震准备 市政府官网也有相关资料 不过当人们收到任何通知时 致电师府核实是正确做法 8月10日 圣地亚哥拉霍亚湾出现了一条12英尺长的蒋鱼 自1901年以来 加州海岸上仅出现过20条这种稀有生物 世界很多地方流传着这种罕见的深海鱼类 能预测自然灾害和地震的传说 故而也将蒋鱼称为末日鱼或地震鱼 不过圣地亚哥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认为 没有科学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美国著名地球物理学教授理查德·阿斯特曾警告 加州发生7级以上破坏性大地震 已迫在眉睫 严重程度超出多数人的预想 帕萨迪纳市府工作人员还表示 从州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呼吁民众 做好预防地震的准备 地震发生时的保命三步骤为 下蹲掩护并抓紧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也多次呼吁民众 下载由州政府推出的MyShake地震预警系统 以便在地震发生之前收到地震警报 这期的新闻速递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是广告时间 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后 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改善 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用户的真实感受 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 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 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 不仅仅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 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 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 这意味着它不仅仅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 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 全面提升健康水平 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 如果您也在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 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 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